2019年5月7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让你掌握新闻时事 一点就通 来看封面故事 汽车后座侧镜及后镜隔热膜与车镜 有了新的条例 后座侧镜和后镜已经不再有任何的限制 随着条例的修改 后座侧镜及后镜的隔热膜与车镜的透光度VLT 以获准从原本的30%改为少过30% 交通部长陆兆福说 条例修改后也就不再限制后座侧镜 后镜隔热膜及车镜的透光度 但前提是 有关的轿车必须安装左右反射镜 也就是side mirror 陆兆福强调 车前的大镜也就是挡风镜 以及前座侧镜隔热膜的透光度 是维持不变的 即大镜70% 以及前座侧镜50% 陆兆福说 上述的新条例将在5月8日生效 陆路交通局将在3个月后展开执法 车主因此还有3个月的时间遵守有关的条例 换个焦点 大约有20名投资者申诉 他们经过一名药材电业者的介绍 认识了一家知名药厂相关人士 得知药厂有意扩充规模 计划在5年内在我国或香港上市 经过有关人士的游说 得知参与入股的投资者每年可以获得8%的高回酬 上市后的回酬更是有2-3倍 因此当中有人不惜卖屋套现 重拳出击 遗憾的是最终迟迟拿不到回酬 他们这才惊觉 手中的入股证书原来只是一张废纸 一众人估计损失达1000万令吉 据知除了上述众人之外 国内上有不少受害者 总人数估计超过150人 损失总额估计为4000万令吉 这群投资者尽早求助甲洞行动党服务中心 并在行动党联邦直辖区公共服务及投诉局副主任 林景火的安排下召开记者会 来看北马的消息 气象局兵州分局主任林良国指出 我国从昨天开始进入西南季后风 明天便会迎来西北强风 所以玻璃市、吉打和槟城 可能会面临倾盆大雨的天气 气象局官方脸书在昨天发出黄色天气预报 预测上述地点将在8日 面临倾盆大雨的天气 林良国指出 一般上西北强风来临时 西北部的地区都会受到影响 何况此次连续挂了几天的西北强风 还夹带雨水 今晚的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